Hello 大家好 我就是無聊大精靈 我們今天來講真話 今天第一次請到 無聊原始天幕 和另外一位嘉賓 無聊聖丹奴人 來聊聊天 為什麼要講真話 人家無聊就講謊騙人 那我們就無聊講真話 嘻!又說玩無聊東西 不要那麼認真 那講些不重要的真話就行 真話都不一定很認真 好像你爸爸是女人 你媽媽是男人 你媽媽是女人 那這些真話就不重要 你不認真 嘻!那你的手 如果說容易 潮州音樂你都會玩? 那麼厲害? 不要以為我只是男人 潮州音樂我懂 Hip Hop, Jazz, R&B 我都懂 Hip Hop六角論 嘻!嘻! 那你這首歌 為何要唱得這麼慷慨激昂 又喜又此理又悲 還越唱越快 哼! 要唱出原作者孟子 二千多年前 作這篇文章的心情 他作這篇文章 真是激 他擺到明明不滿意 那個國家的人 每個人都懂得建立忘義 不懂得捨生取義 嘻! 有什麼好生氣? 那個國家的人 每個人都是這樣 傻子! 我也知道 那個國家的人 幾千年 連一點進步都沒有 現在還有十幾億人 逐個去生氣 生氣 生氣到什麼時候? 我才不會這麼有空生氣 生氣 我不如玩 創作不好 就是 跟那個國家的人 說社生取義 不要建立忘義 浪費氣 不然我們隱藏大哥 怎會帶我們過來 我也知道 如果孟子現在回生 孟子激到 吐十九幾兩血 直同吐十九幾噸血 都吐得出來 哼! 嘩! 十九幾噸血 都吐得出來? 我猜 不是 我欺 啊! 都不是 我披 好了 今天就是這樣 多謝兩位嘉賓 有空再上來 跟大家說說無聊的真話 好啊! 看看如何 下次再跟大家說說真話 再見